可是您放眼国际 跟您提一下 今天国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事情 而且还有点有趣 那就是瑞士的货币叫瑞郎 结果瑞郎最近狂升 来先看他到底升的情况有多大 请记住这个时间点 在这之前 其实那时候的瑞士瑞郎 他是紧盯着欧元的 所以才会走得这么平 我们这张图是一欧元 一欧元兑换多少瑞郎 是这样的情况 瑞士的货币叫瑞郎 所以现在的情形 你看当时是一欧元兑换1.23瑞郎左右 把它拉近一点点 可是现在出现掉下来 那代表什么呢 在这儿 现在位置差不多在 一欧元只能够兑换1.08瑞郎 代表什么 一欧元兑换瑞郎变少 代表瑞郎瑞士的钱 现在好有价值 瑞郎强身值 很值钱 所以这么一值钱之后 玉堂 听说瑞士国家的民众 跑到德国去订他们德国披萨 订到海关人员受不了 情况是怎么样 有当时看到这新闻也觉得有一点匪夷所思 但是你再去比较一下 我们等一下带给我比较一下它的价位的差别 你知道真的会是如此 因为第一我们要先知道瑞士其实物价非常的高 因为它物价过去非常的高 那因为这一次我们讲 刚刚瑞涵那张图有个跳水式的那个 那个急身 就是因为它过去是盯住这个1.2的欧元 欧元最少可以换1.2瑞郎 刚玉堂讲到重点 就是在今年1月中以前 您看到那个线图有没有 当时瑞士瑞郎希望他们的货币不要波动太大 这就定了一个目标 叫做1欧元只能够兑换1.2瑞郎附近百度 前面的线材是平的 结果呢 一放弃紧定欧元之后 强升啊 对这升值的幅度非常惊人 当然在这个1月中下旧 慢慢有稍微的跌升性的反弹 不过这一波以来还是大升 那你去对照一下 我们刚刚一开始谈论到 为什么在瑞士吃利沙要跑到德国去叫 对啊 你去看 1月15号就是我们刚刚讲 那个跳水式这个急身 之前 7欧元 大概就是8.4瑞郎 就是这个披萨的一个价钱 那在这一波 因为我们讲瑞郎用程之下 他现在看欧元地区的东西都好便宜 除了披萨只是一个例子 这个已经叫到这个我们讲 他们的海关 已经在现在已经全部不准再 从德国叫披萨过来 我先确认几个点 你看哦 如果他们在自己国家叫的这个披萨 是15瑞郎 这边我们有画 然后呢 如果你打电话到 德国梅克尔旁边的一家店 去订披萨 德国总理梅克尔 他只要7.4瑞郎 所以这么一差就是 一个披萨一倍 等于一倍的价钱 要等于打五折了啦 所以我如果用15瑞郎 我可以叫德国的两个披萨 对 叫两个披萨 那你就算运费 当然运费会贵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再加 因为比较边境的一些 相连的一些城市 其实都划算 甚至之前有一卡车叫了 新闻这个我们外面有讲 叫了60个披萨过来 因为拼命的送嘛 太多人叫了 叫到最后瑞士的海关也 原本披萨是OK 可以直接进来的 对 过去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这个已经不堪其劳 然后他现在已经宣布 不能再叫披萨 所以瑞士的出入境海关 现在是不让他们 对 不让这个披萨 现在太夸张了 所以这个只是冰山一角 你像现在很多 第一个瑞士的这些居民放假 都跑到周围地区的国家 去做消费 甚至像一些我们讲 比较买春的情色的部分 这个你讲 可能当地的消费比较高 你去德国一样 这个已经打五折 二分之一了 所以很多在瑞士居民的一个国家 现在放假 不在自己的一个国家消费 都已经跑到欧元地区国家 去做一些 这个假日的一些活动 我们再去看一张图 首先看一张图 其他国家这些 降息国家 甚至有些是富利率的国家 从丹麦 挪威这些 都是在呈现降息的动作 但是为什么瑞士 最具吸引力的一个存在 第一个部分 它是唯一的一个中立国 你的钱存在那里是最安全的 什么叫中立国 可以解释一下吗 也就是说在战争 在过去这个战争的过程上 它不偏向于任何一个国家 就是中立国 是目前唯一国际认可的 唯一的一个中立国 所以它在全世界的 那个全球的角色定位 哪怕大家都是AAA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这些表格 这些降息的国家 跟您再次强调 他们都降息 他们等级也都是最高的AAA 三个A 拼命只有瑞郎 瑞士人来得大家喜欢 就是因为它在全世界的位阶定位上是更高 对更高的 而且它的一个整个银行的体系也很完善 而且还有第三个重点 就是说为什么瑞郎会拼命的在这一波 还在升值的动作 过去有一些我们讲是这个 借瑞郎 因为瑞郎在这个我们讲低利率 你就是要借瑞郎 但是现在瑞郎升值了 你过去是你的收入 不管是个人企业都一样 欧元地区国家嘛 你可能是收欧元 但是你收欧元要去还瑞郎 结果像瑞郎狂升 你看披萨 披萨就差了多少了 那你看你的债 对你的债会不会飙升 不要讲飙升一倍 飙升个10% 20% 你就受不了 这样很倒霉 也就会损太大了 对不会损太大了 那你就像瑞郎 你现在假设你有借贷很多瑞郎 那你知道瑞郎 已经可能这个升值的趋势 会延续下去 你要不要还要嘛 你要不要先还 要 所以很多不管是企业或个人 也许他有瑞郎的一个债务之下 他会做一个还款的动作 那又造成什么 资金往瑞士去做一个什么流畅 因为他要还款 对因为他还钱 还的不会是他国货币 还的就是该国货币 就是瑞士的瑞郎 那你还钱呢 钱会进去瑞士 要进行瑞郎的买进动作 瑞郎就更强升 所以如果以瑞郎的 这个强升的格局 是不是现在国际的热钱 也在赌 赌瑞士的瑞郎 会继续升值 对短线上是目前是如此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循环图 当然从转到这个 今年以来 他还是升了4.4% 不过说 刚刚我们看的那个走势图来说 今年有缓步的 我刚才讲跌升性的反弹 有升转变 有一点跌升性的反弹 但是也没有这么快 就是代表说瑞郎 还不会这个地方 就是说主升 我认为他还是有升值的趋势 就像我讲 因为目前资金 我刚才讲 还是往瑞郎去做有流传 欧元决定要3月份 QE印钞票 要上路了 请小心等你回来 股市在开盘的时候 他就开始印钞票了 他现在这个位置 依旧是 这是1欧元 兑换多少美元 1.1096 往下 他是走扁的 超过12年来的新低 美元刚看到 是超过12年来的新高 不过美元最近 有一点一两天 曾经的走弱 国际中央有趣的去文 不过总经面 您得要注意 欧元跟瑞朗的变化 接下来还有一个点 那就是 常常会想说 刚刚阿潮不在比吗 郑华也在说 人家外资 钱会会进来买台股 是把我们台北股市 跟全世界股市来比一比 人家都创历史新高 台股落后 所以我就帮你比了 比今年以来 吓一跳吧 今年以来 全球股市做比较 郑华 我没看错吧 怎么问俄罗斯的股市涨幅 是第一名 台湾好家债 也在榜内 是第四名的 俄罗斯不是很差吗 对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 就是这个标题非常好 今年以来 对不对 也就是说 现在才这个二月 两个月也 一个多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那去年人家跌了一整年 跌的这个基期这么低 你用这两个月 弹上来弹20% 不奇怪吗 这就让我想到 去年的时候 郭大哥还曾经说过 说俄罗斯股市 待会看个线图 去年因为油价狂跌 油价跌到一桶四十几块 就四十几块 因为俄罗斯是油 主要的出口大国 油收入大减 影响到GDP 又掉下来 要进入recession的衰退 郭大哥还说 俄罗斯股市跌这么重 可以去做布局 那时候你说 我还想可能吗 我们认为 有会做跌升反弹 其实我也提到 有很多朋友 已经在那边做 这个跌升反弹的布局动作 是这样 听说那时候 好像有很多银行的 李专在推荐 俄罗斯相关基金 在去年底的时候 是不是 他是推荐 就是说这个地方 你如果有的话 就不要再卖了 甚至在这边 可以做一个小小强短的动作 的确强短就赚到了 你看两个月赚两成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俄罗斯的股市 可以表现得这么好 那第一个 当然乌克兰的事件 后续的发展 当时西方国家 要制裁他们 那所以就是 发现俄罗斯股市 要一直跌 干嘛配合 当时油价也大跌 这个背景 我再补充一下 乌克兰 乌克兰呢 东乌克兰 比较倾向俄罗斯 可是乌克兰的政府 居方 都是倾向美欧的 然后美欧呢 就提供给他们一些军力 什么来对抗 东乌克兰 就等于是对抗俄罗斯 俄罗斯就火大 所以那个时候 俄罗斯跟美国 欧洲等等 有点贸易制裁 对 有点贸易制裁 那就是有点这个 我们看到就是说 制裁下的情况 造成了当时的 那个俄罗斯的股市 去年才会跌 这么样的深 经济也掉了 对 经济也掉了 不过它在各个领域 那对于他们的行政 投资门槛 都是降低的 因为你经济都这么差 它当然是会对于投资者 相对来讲比较理喻 对不对 就已经这么差了 当然是希望你们 来我们这边做生意 所以持续的一个低付税 这是它的一个优良的环境 再来就是说 对冲基金进场去抄它的底 这个重点来了 抄底什么意思 抄底啊 这个抄就是这个 抄要怎么讲 抄球 篮球的抄球 就是摸底的意思 摸底的意思 对 有点是类似这个抄球 那抄底的意思 我们来讲一个观念 就是说这个带动 这个资金涌进去 那俄罗斯尤其是这个 股票型的基金 单周净流入了2.8亿 那我讲一个 这个就是郭大哥刚刚讲的 对 就流进去了 去年第四季很多的礼专 大家在想说 哇 第一次快反弹这些 因为你卖得好 你就流进去了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 因此的话就是说 油价表现又刚好牵动 俄罗斯股市的关键 最近油价两天又大转 一反弹 那他们的产业 刚好包含这种石油 所以加上本益比又低 大概差不多6倍而已 整体本益比 我们16倍它6倍 对 所以相当的低 那股利率又超过4% 所以优于多数国家 整个就弹上来了 不过当然 这个当然大家很心动 就是说俄罗斯的股市 这个一反弹 发现他们的这个 很多基金都上来了 不过投资海外的基金 我们这边还是要 给大家上一课 就是说也不要太兴奋 你有准备那个俄罗斯相关基金 有有有 先看它的报酬率有多高 这个 对 这个可能要 对 说明一下 就是说 像前面第一个 就是说这个巴西利达 这个就俄罗斯的股票型基金 对对对 这四支都是 都是股票型基金 对 法国的 巴百利达 巴百利达 还真难念 野村西兴散型的基金 对对对 大俄罗斯 这些都是以股票型为主的是吧 对 都是 那这边 涨幅都这么大 涨幅都是二十几% 那注意一下 就是说 你们在跟这个银行 他会跟你们讲一些 推荐 对 那后面你们会看不太懂 就是说有一些特别的注解 到底是什么意思 P跟C 有的P 有的C 有的散 那大家在跟各位讲一下 你可能要稍微问他们一下 因为他有的是配息 他是累计型配息 他不发给你的 那有的是月配息 那有的是他股票的配息 算在净值里面 所以你要特别去问他一下 你买的那一德是哪一种 那至于有标注散型基金的 就表示说 他不直接买股票的 他是基金买基金 组合成的复合式基金 所以他特别的稳定 可是相对来讲 爆发力好像也没有比较强 可是他的好处是在于哪里呢 就是说遇到大型动荡的时候 他抗跌力道也会比较强 不过当然大家看到这个 这么好的绩效 一定还是要特别留意 不是所有的基金都这么安全 还是要有几个注意的事项 大家特别要留意 首先第一个 避免汇损 那以当地的货币为投资 境外基金的话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比方说 我们讲就是说 你投资这个欧洲嘛 对不对 欧洲这个涨了 这个一层 我静止涨一层 好高兴回去跟老婆讲一下 结果那老婆在银行上班一看 当时你去换欧元嘛 台币用这个42元 结果现在用36元 结果他老婆说 你傻瓜你根本没有赚 因为你这个静止换回来的 只有36块台币嘛 当时是用换42块台币 42块台币去买人家一个欧元 这就是汇损啊 对 结果你赚了一层 结果赚回来的钱 换回来台币才36元 一看怎么没有 奇怪 如果人家没有骗你 是你自己真的汇损 这些人要常常讲的 赚了利差赔了汇差 对 所以汇率要注意 对 那解决的方式呢 是直接在银行用外币账户 这是一个方法 你直接开外币账户 你就不要换回来 否则你去跟他买一个 比方说其他国家的基金 他先叫你把台币换过去 你卖掉之后 他就把你换过来吃两次 这上一次郭拉哥有讲过 那当然有的人也会说 用外币账户是不错 我欧元在那边买欧元的基金 可是呢 我总有一天要卖掉吧 那欧元怎么办呢 现在又降了 那我们乐活大师 曹晨已经说过 反正基金有赚 你就带着欧元去法国消费就好了 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开设外币账户 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就是基金的操作 跟股票是不同的 这一点大家留意 股票是不建议摸底 因为你基金的周期超很长 我觉得可以适度的来尝试摸底 那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白板 我稍微说明一下 我举个例子 我们来白板 假设我们来看到 我们以台股 我做例子好了 大家可能比较熟 来到了这个比方说6000点好了 假设6000 以当时台湾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我不是影射以后 我是说过去 那这个往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说这个已经可以开始卖了 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跌到 5000点的话对不对 对 如果你买股票的话 你就直接在这边买 万一它跌到这个4000呢 好难过 这个可能会断头 对啊 因为你超低嘛 可是基金的模式不一样 基金是 你可以来到 好我们这个地方用蓝色 你基金是6000跌到5000点的时候 你可以在5500的时候先买第一笔 如果是基金的话 对 蓝色是基金 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定期定额 对对对 定期定额 往下定 比如说你拿上证指数的周K线来观察的话 对 其实很清楚就知道了 对 刚刚讲说基金如果从6000跌到了5000 你说这边可以 对这里买了第一笔 买第一笔 这样越低越买 你的成本就会越电越低 对 如果弹起来的 这个时候的均价 你已经来到中间这里了 对 对 所以你看 假设你买股票 你在这边摸底 对不对 对 反弹不过你的高点 断头 你还没有解套 可是你这个时候一反弹 到了中间值的时候 你已经解套而且赚钱了 没错 所以基金跟股票最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说 向下看不到底的时候 你是可以用定期定额方式去参 抄底的方式 对对对 但是反过来 如果非常看好 你往上就不要定期定额 你的成本是越来越高 对对对 所以说向下抄底的时候 我们回到赤卡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比方说以昨天的 以去年的俄罗斯来讲 你向下抄 这次就成功了 或者说像上证指数 你去年抄 像郭大哥讲的 就大成功了 所以那我们来看一下 欧洲的几支基金 还有其他的国家的货币 像包括这个搭俄罗斯 那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要看一下 这是今年 所以其他的俄罗斯的基金 就没有那么好是不是 对 大概都落在十几% 十几%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是包括其他国家的 除了这个 我们讲就是说 这个俄罗斯之外 印度涨很多 这个我们为什么要麻烦 再把这个海外的 股票型基金列出来 你把刚刚今年以来 报酬率比较高的 那几个国家的股市 秀给大家看 再秀一下 第一名当然是俄罗斯 其他的你看 欧股 还有日股 欧美股好像都是列居第二名 日本 台湾 你看美国股是在这 美股标普 它穿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但是涨幅就没有 才这么少 对 因为它去年就大涨了 那欧股反倒 今年比较有所表现 简单来讲 就是说假设说 这个楼层有十层楼高 对 那S&P500 像美国 它是从八楼爬到九楼 那俄罗斯的话 它是从二楼爬到六楼 它的那个幅度就会比较大 那我们到几楼 我们这边的情形 因为大概在差不多七楼的部分 有机会去看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点 所以我们在二楼爬到 二楼爬到几楼 对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大概从差不多六七楼的地方 六七楼 上面应该还有空间 那好啊 所以那个海外型基金 对海外的话就是特别注意 我刚刚讲了几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你先去问一下 你们的窗口的人员 你是用什么样的币值去计价 也就是你买这个的基金 你的用什么样的单位币别 那这个币别呢 就是取决于你台币 就换这个币别的汇差 像比方说你看 你如果觉得欧元到这边 已经跌的已经有一个幅度了 你现在准备要下去抄底的话 那相对来讲欧元就有可能 对不对 但是要我还是强调一下 是分批啦 你不是把所有加胆一次砸下去吗 那去年因为这个印度的部分涨很多 所以印度的这个地方涨了将近五成上来 近一年 但是这要注意一个问题 如果你去年涨了五成 今年的基期就高了嘛 对 所以有可能它这个地方表现 反而就没有俄罗斯这些其他国家的股市 好那这也要特别做一下留意 好近一年的报酬率有一成多嘛 对一年近一年的 这边来谢谢郑华 今天从俄罗斯我们掌握到了国际的股市 可是呢刚刚海外股票型基金 我就是没看到亚洲的呢 台湾的呢 可不可以给点建议 0050来一下好不好 如果对台北股市很有兴趣 我就发现最近的外资 猛买0050台湾50耶 对不对 对这0050的话大概就是说 你看好台股的话 又没有太好的选择标的 大概就直接就0050了 你知道台湾50的全名叫做什么吗 叫做台湾50指数型基金 也就是如果你觉得台湾台股真的不错 看不懂方向就买0050 你看台湾50一年的时间 时间拉长 刚刚的近一年 有的涨幅两到三成 你看我们大概一年的时间 郑华这个幅度大概有多少 您帮大家算一下 这个从大概差不多56块钱涨上来吗 对啊 这个已经70块9了 这个大概是用差不多15块钱的价差 去除以55 大概快要25% 所以我们的台股的报酬 也不输其他国际股市对不对 对没有错 好太好了 总之帮您追到 难怪终于了解放眼国际 看看台湾外资爱我们 不是没道理的分享一下 休息一会儿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您就要严肃面对了 外资爱台湾买我们 感谢他 这个我就讨厌他 怎么会恐怖组织向中台湾呢 完美的建筑